第十四題關於反應速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的選項ABC呢都是對的 然後說我們的顆粒越小 濃度越大 溫度越高 反應速度越快 這老師上課時候教過的 顆粒越小 表面積越大 反應快 濃度高反應快 溫度高反應快 所以選項ABC都是對的 選項豬說催化劑參加反應 但最後質量有減少這個是錯的 老師上課的時候強調過 要知道催化劑有做什麼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沒有改變自己 所以他的最後質量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選項豬說最後質量有減少是錯的 第十四題關於反應速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催化劑參加反應 但最後質量有減少